Hello 大家好 最近美国的流感很严重 大家从报纸上都可以看到 已经有很多人感染 而且死亡率也挺高的 而且现在中国冠状病毒也很厉害 也引起感冒发烧 有了感冒发烧 咳嗽 以后我们有一些办法想推荐给大家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 把姜切成几片姜 然后再切一些柠檬或者青柠檬 就是柠檬把它切了以后 也都放到打汁机的这里边 最好用点温水 把它放到打汁机里以后 就是把它全部搅碎 这样就差不多了 就是说把整个的柠檬和姜 都打成汁打成水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喝的时候 它就可以充分的把这些东西 都喝进去 所有的营养都吸进去 这个柠檬呢 它有丰富的卫生素系 这个卫生素系 现在据研究就是说 是抗病毒 抗感冒最好的一个 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那因为柠檬里边有很多卫生素系 然后呢 还有柠檬酸 对 柠檬酸也是别的水果没有的 然后呢 它和柠檬放到一块 就和姜打到一块以后 那个姜呢 它可以起到一种发散的作用 然后呢 这个感冒的时候 你把这两者放到一块 然后再冲上热水喝 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一天就 抱着这个杯子 就一天就使劲喝水上厕所 然后呢 你就会感觉 这个你的感冒 如果在感冒初期的时候 你一发现你感冒咳嗽 马上用上这个方法 你的感冒咳嗽 好像很快就会被压住 打好以后就把它 都直接倒到瓶子里边 然后再加上热水 加上热水以后呢 这样满满的一瓶子 这个柠檬皮呢 在打的时候 你也不要把它都剐掉 洗干净 如果有问题的地方 你可以处理一下 只要洗干净以后 你就把脸皮 然后和姜 放到一块 这样打起来 如果说你不介意 喝这个 喝这个蜂蜜的话 再稍微放点蜂蜜里边 因为蜂蜜也是可以 起到一种消炎作用的 所以说 把蜂蜜 然后呢 柠檬 还有姜 打到一块 你就这样 捧着这个瓶子 一天喝 喝完了以后 再打再喝 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时候 有这个感冒咳嗽的症状 马上就实行这个办法 会很有用的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 反正我们是 这个东西好像百事百灵 就是说每次呢 只要发现感冒咳嗽 马上加上这个东西 就很管用 那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说 你这个感冒了以后呢 就是说 你把这个买的洋葱 不管是黄皮洋葱 或者是这个 紫皮的洋葱 你把洋葱呢 最好把这个 这个底巴 就是底儿把它切掉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洋葱 对着你的鼻子 然后深呼吸 就特别是 切洋葱的那种感觉 切洋葱 然后你的那个 鼻子眼睛都出泪 如果能达到那个效果 就特别好 就说你 把这些刺激的 这个洋葱分泌出来的 这种刺激的东西 吸到你的这个鼻子里边 呼吸道 呼吸道里边 它也可以起到 一种杀菌的作用 所以说你 发现你感冒咳嗽啊 然后你就赶紧的 弄点洋葱 然后这样吸一吸它 这样也可以起到 有效的 这个缓解的作用 大蒜呢 大蒜呢 也是很有用的啊 有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你呢 买弄那个大蒜 如果说 你不愿意自己剥皮 Costco也有卖那种 成袋的剥好的 拿回来以后呢 你的大蒜的量要多一点 你看就是说 你要是自己剥皮 剥出来的大蒜 我觉得可能这个更好 因为它里边的那个辛辣的味儿 好像都没有 都没有跑 都没有被氧化 都没有跑 但是如果说 你没有那个耐心 你就再买这种 成袋的蒜回来 然后呢 就量要大一点 抓它这么一把 然后呢 放的水 要放的稍微少一点 就是说 放这么一把 然后呢 就少放一点水 又关键就是 让它的浓度比较大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说 等着洋葱 等着这个葱 煮好了以后 蒜煮好了以后呢 你就把它 连水带蒜都吃掉 这样的话就是说 也对你的这个感冒咳嗽 有环节作用 而且效果还挺好的 我觉得 对 前一段时间 我们家有一个人 感冒咳嗽 然后我就赶紧的 把这些方法 都给他们上上了 然后呢 很快就压住了 所以说呢 这些办法 好像都是些 很简单的办法 但是我发现 好像效果都很好 所以呢 在这儿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 平安的度过 今年这个流感季节 祝大家都健康平安 这个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说 现在大家不是 有流感比较多 因为 现在呢 在中国呢 大家呢 都是戴口罩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戴口罩好像还是很罕见的 很少有人戴口罩 你如果戴口罩出去 大家好像都是很一样的眼光 看着你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也是最近网上都流传的一个办法 就是说你这个香油呢 就是 就是你 咱们平时买的那个香油 麻油 有人叫 对 香油或者叫麻油 然后呢 你就用这个棉花瓣 蘸着这个香油和麻油 然后呢 在你的鼻孔里边这样 弄一弄 对 让你的整个鼻孔都有这个香油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它就是主要是因为它有粘液以后呢 你出去以后 它就不容易吸收这些病菌 以前的时候都大家都没有口罩 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是说 很多人家里祖传的秘方 就是用这种香油 用这种香油呢 放到这个鼻子里边 然后呢 他们就可以起到这种口罩的作用 可以阻挡 阻挡这个细菌 通过鼻子进入你的这个呼吸道 这个吸的气里边 如果有病毒菌呢 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通过鼻孔的时候 然后就被它粘液了 粘住了 粘住了以后 这样的话 你洗澡什么东西 就把它吐出来 对 回到家以后 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 及时的洗澡 把衣服换掉 然后洗澡 把自己的鼻孔 都要冲洗一下 然后把鼻腔里的这些粘液 都把它弄掉 把它弄出来 把它弄出来以后 这样的话 就会减少你的这些病毒细菌 进入你的呼吸道的这种机会 从而避免感冒 对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谢谢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谢谢